快乐大本营,放大招,邀王俊凯火箭少女影正夜,网友估计要凉。 快乐大本营,放大招,邀请王俊凯火箭少女影正夜,网友估计要凉。 快乐大本营,就不用多介绍了,相信大家也都没场熟悉了,一档综艺界的扛把子节目,很多明星都抢着来的一档节目,特别是新人,都想借着节目的热度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,这部快乐大本营,这一期就邀请了新人土创小姐姐上节目了。 关注了快本的小伙伴们都知道,快乐大本营一直都是立捧新人的节目,从之前一里浩飞未代表的团队,那段时间信啊不在,有好几期节目里浩飞都参与了主持,虽然也没说过几句话,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,何老师多次把话题往浩飞身上瘾,也经常点名让浩飞接话。 后来又邀请到了当下最火的Nina Percent,也是引起了无数网友的争议。 这次快本又放大招了,邀请了咱们新成立的火箭少女队,这倒霉啥,给新人提升知名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,火箭少女队也是经过重重筛选组成了现在这样一支队伍,可是人同事非多呀。 火箭小姐姐刚出道,各方面都还不是特别成熟,人数又多,11个人,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点,这一点是无以庸置意的。 但是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的缺点,娱乐圈就是这样的,你的缺点会被无限放大,优点会比尘埃还不起眼,每个人被吐槽那么一下,整个团队宗平就不怎么样了吗? 再加上节目这次同时邀请了王俊凯作为嘉宾一起参加节目,不少网友内心已经汹涌横派了,王俊凯虽然年龄小,但是已经出道很多年了,节目组让他跟小姐姐们一起上节目,用一线而易见了,但是小姐姐们才出道没多久就被传出了很多负面消息。 有消息称吴轩宜和孟美琪两人要出走,这两人可是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,两人来自同一家公司,风格却完全不一样,一个败气一个甜美,两人组合在一起也是不一样的感觉,这两个实力出众的人要出走哪还得了? 还有传闻说组合里有人生病了,又有人相互之间不友好,身为一个团体跟后宫之间的斗争一样巴拉巴拉的,网友都评论说这个组合要凉凉了,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现在都是无从得知的,只能静静地等待他们的表现。 其实刚出道的他们并没有很多资源,只是刚出来就算快乐大本营,而一些落选的选手不是被大公司签了就是通告不断,这样的局面也还是挺尴尬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